身體氣象館在二零一五年 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 改編劇作家尤金歐尼爾的經典自傳劇作 《長夜漫漫路條條》 編導王莫林帶著澳門演員 全場用廣東話演出 他加入了希臘悲劇中 歌隊的新角色 增添第三者的觀點 帶領觀眾一探家的真實意義 剛剛嫁給你那時 你整天好夜都不回來 留下我一個人 在那些幼臭又骯髒的旅館房間等你 左等 右等 等也都不見你回來 家的意義是什麼 打引王莫林和澳門演員合作 在2015年TIFA改編 《尤金歐尼爾》的經典作品 《長夜漫漫路條條》 在強烈視覺震撼的舞台上 展現一家四口在語言互動間 帶來的疏離和孤寂感 經典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每個人物人可以流傳那麼久 每一個故事可以流傳那麼久 這些一個在想像世界 不是那麼的空洞的 而恰恰是非常非常紮實的 跟人的生命 跟我們存在的狀態 都是有一個延伸的思考的 支出曾在2013年澳門藝術節首演的作品 導演堅持呈現原來的版本 除了澳門演員登場之外 也要全場都用廣東話演出 導演說要喚醒台灣劇場長年以來 欠缺對語言的關注 我們決定還是用廣東話演出的時候 我就我們全都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把這個語言廣東話的很重要的 它的音節還有它的詞語詞彙 我們特別做了一些很大的整理 你接下來你好好聽一點 你在台上講那個廣東話的時候 然後你會聽到裡面是有節奏的 裡面是有一種通過它的聲音 通過它的聲音的節奏 傳達出了一種美的一種音韵出來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在劇場裡面 有想要感受到的嗎 我決定亂著死亡 由於奧尼一生始終是流放者自居 它非常渴望有個家 一個已經遺忘了的家 在這一齣戲裡 家仍然是瀰漫著一種絕望的情緒 導演加入了希臘歌隊的設計 用第三者的觀點解釋說明 這家人所面對的悲劇命運 從劉給永樂身上看到的 他對希臘悲劇的一種喜愛 而這種喜愛 在他的角色的人物身上看到 有那種非常壯大的一種悲劇感 也在 也通過這種悲劇感 看到人的一種非常的 非常的軟弱 非常的微弱 对照的命运是一个非常的 你不可控制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笼罩在你头上的阴影 所以人一直在跟这个在做一种奋斗 剧中弥漫着浓厚的绝望气氛 家庭关系在成员彼此交错间 逐渐的崩解毁坏 导演在作品中尝试表现出 家庭就等于国家 如果充满了矛盾和对立 也会逐渐地走向崩裂 我在我生活的环境里面 我看到不管是这个社会也好 这个国家也好 我觉得是趋向于一种 在一种崩解的状态 那这种崩解也许是要 也许要重新再出发吧 长夜慢慢路条条要让观众体验到 家充满着相互依存 却又彼此斗争的矛盾情绪